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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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幸会日收集会对顾问 James 迷耀邦 如果你看看我们的影片的话 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按个like我们的影片 按个订阅,第一时间有影片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了 很快就在大年初了,先跟大家拜祭祖联 希望大家相相对对 幸福拜来 既然新年就讲一些新年有关的东西 讲一些生肖 時辰八字的东西 很多园学家近期都有这些节目 整天都说 配对因缘,什么生肖配,什么生肖最好 什么年份配,什么年份最好 所以很多人找对象 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有些人说,我一定要找什么属什么 一定要找哪个年份出生 当然也有些人说,我一定不找什么 一定不找哪个年份出生的人 其实对配对来说 好还是不好呢 有没有帮助呢 老实说,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就不是很同意这样做 因为如果你指定哪一年 或者指定不了哪一年 理论上好像集中了 好像精准地当你配对 但其实配对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所以我觉得只会减少了你的成功的机会 到头来找不到的话 那你怨谁呢? 怨你自己,怨玄学家 还是怨你父母 为什么生得你那年出生呢?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事实上很多人都订了很多条件 他见哪些,不见哪些 想找哪些人,不想找哪些人 但其实我有很多经验 显示最终他结婚对象 最后找到那个对象 和他最初定的条件 不吻合的 不是那一回事 譬如说,有男士跟我说是最怕人吃烟的 我最记得他结婚 最后找到对象 那女士也是吃烟的 又或者呢 我自己也例子 我自己相看这么多次 我最初我都不是 我见了几个教书的女士 我都不想再见 我也是从小到大中见的眼睛大大的女士 最后嫁给了我这个 幸好他不在这里 是教书兼眼誓 眼睛睛的,怕未? 所以世事往往就是这样 你想想要找那件事 但最后得到的结果 未必是这样 所以我会觉得 要整条件都这么阔 尽量见多些人 才有机会去成功 找到对象 我给大家牛年的祝福 就是这样的 配对好像一只牛一样 千万不要转牛角尖 听我这个配对界的 袍丁解牛解说的一句话 每一次我给你对象 或者安排你去见 你牛眼盯着 那些资料 当然也好像牛那么近 出尽九牛二虎之力 每一个人都要见 见完之后好像牛一样 一样错 慢慢地和对方多些了解 慢慢地和对方多些了解 希望大家可以发展得到 了解多些 你的配对成功 的机会就大很多 千万不要当我的说话 是退牛弹琴 这是我们很充心 也是很经验之谈 要玩对象 就像牛一样 就对了 今天说到这么多 祝大家新年进步 幸福快乐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麻烦给个like 我们这条影片 和订阅 按下小铃 第一时间有新片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到你了 今天就和大家说到这么多 我是幸会的首席配对顾问 James维帮 多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